老馬色逃 戰國時期 燕國受到山容國的侵擾 於是就向齊國尋求援助 齊援公親自帶領大軍 幫助燕國攻打山容國 齊軍打了幾乎一年的仗 終於取得了勝利 但是由於齊軍出征的時候是春天 回來時卻是冬天 一路上的樹木景色全部變了樣 齊軍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回家的路 將士們歸心似箭 望著眼前望望山野 卻又不知道向哪裏走才對 就是這樣 大軍在山中轉了很多日 都找不到當初來的路 更麻煩的是 軍中所帶的糧食就快吃完了 如果還未能走出大山 這樣大軍就會全部餓死 凍死在山裡 齊援公和手下的將領們 急得騰騰轉 大家互看著都不知道怎麼辦 齊援公對天長嘆一聲 難過地大聲問道 天啊 我齊過的將士男兒們沒有戰死在戰場上 他要被困死在這個荒山野嶺之中嗎 將士們聽了大王的話 心裡十分黯然 就在大家束手無策的時候 一直沉思的軍師管仲突然說 有辦法了 大家一聽 立刻跪上來就問了 甚麼辦法 快說來聽聽 管仲說 老馬一般都有認識路途的本領 不管走多遠 他們都記得回家的路 我們不妨試一下老馬這個本領 剛剛說完 齊援公立刻命令士兵 選出軍中最老的馬 然後 被那些老馬就在隊伍的最前面 果然與軍師管仲所說 那些老馬將軍隊帶出了山野 走上了回家的大路 齊援公鬆了一口氣 將士們都喜笑眼開 稱讚軍師管仲博學多息 知道老馬能識途 老馬識途 原意指 老馬熟悉自己走過的路 現在比喻富有經驗的人 善於處理事情 能在某個方面起指印的作用 他的近義持有 老馬熟悉自己走過的路 老馬之志 家興就熟 興車熟路 反而持有 迷途 迷逃高揚 人地生疏 笑不更事 初出茅廊 魚臭味乾 老馬熟悉自己走過的路 老馬 大家要注意 圖 不要寫成圖 老馬識途 又經驗豐富 在探索學術奧秘的道路上 就像老馬識途一樣 能準確地引導 學生們的思考方向 還可以這樣用 在像企方面 你可視老馬識途了 請來給大家一點指導吧 一字之詩 唐朝 有一個發明叫齊己的和尚 他學會冤博 好喜歡寫詩 有一年冬天 他觀賞梅花之後 詩慶大發 寫了一首題為早梅的詩 還拿著寫好的詩 向詩人鄭谷請教 詩中有這樣一句 前村深雪裡 昨夜素枝開 鄭谷認為 如果將素枝開 改為一字開 就更能體驗梅花開得早的意境 齊己和尚聽了之後 覺得很有道理 於是拜鄭谷為詩 還稱鄭谷為一字之詩 原意指修改一個字的老師 現在大家將那些在詩文中改動一個字 就使詩文更完美的人叫做一字詩 或一字之詩 她的近義詩有 一字詩 半字詩 反義詩有 萬言之捧 一字之詩 亦作一字詩 一字之詩 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黃總編在審查文稿時 經常扮演一字之詩的角色 狠讓大家佩服 也可以這樣用 瑪麗為小強改了文章中的一個字 大家都覺得非常恰當 小強就稱瑪麗是她的一字之詩 大才小用 南宋大詩人 新氣侄好有才華 她不僅精通詩詞歌婦 還通曉兵法 擅長領兵打仗 由於受到主和派大臣的排擠 她在朝中的官職 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安撫士 有一年 宋寧中召新氣侄入京 好朋友陸遊來鬆行的時候 作了一首詩 詩中說 新氣侄的才華 可以和古代的賢相管仲 笑何相比 可惜只是做過小小的安撫士 真是大才小用 後來 新氣侄都是一直沒有得到皇帝的重用 最終在憂憤中死了 大才小用 意思是說 將大的、好的材料 用在小的、不起眼的地方 現在比喻使用不適當 造成浪費 她的近義詞有 牛刀割雞 殺雞用牛刀 牛頂攀雞 長才短用 反義詞有 色財色鎖 人盡其財 物盡其用 大財小用 大財小用 亦作大財小用 大財小用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小傑從理工大學畢業後 一直在街邊賣水果 真是大財小用呀 亦可以這樣用 每個人的工作安排都很重要 不同的人 應當給予他們合適的工作 不要大財小用 亦不要小財大用 還可以這樣用 這項工作非常簡單 讓一位博士來做 簡直是大財小用 天下無雙 在戰國時期 魏國信靈君 因為偷兵符去解救趙國 擔心魏王會治他的罪 便移居到趙國 在趙國 信靈君為了招納 無公和事公兩位隱居的言士 便秘密運到賭場和酒坊 去結識他們 趙國平原君知道這件事 很不竊地說 聽說信靈君為人天下無雙 但現在看來不過如此 平原君的門人聽到這句說話 覺得平原君是個不中學識的人 而信靈君就人品高尚 於是都投靠到信靈君的門下 天下無雙 字面意思是指天下再找不出第二個 形容出淚拔稅 獨一無二 他的更意詞有 天下第一 天下無敵 舉世無雙 一枝獨秀 獨步天下 絕世超倫 觀絕群倫 無出其誘 反意詞有 滚滚用彩 凡夫俗子 平庸之輩 泛泛之輩 視控見慣 女見不鮮 不足清道 天下無雙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這部電影中 李君飾演了一個 都發天下無雙的合客 也可以這樣用 羅斯府的廚藝真是天下無雙 很多人都慕名來向他學習 還可以這樣用 他的琵琶演奏精彩絕倫 簡直天下無雙 令在場的每一位都深深地陶醉了 水滴石村 獅子 明皎 春秋末期的思想家 他在獅子一書提到 水 雖然不是鑽石頭的鑽 但是可以把石頭滴穿 從此 水滴石村這句成語 就在這裏演變出來 還不斷被應用開來 宋朝的時候 有個叫張乖崖的怨令 他執法非常嚴格 有一天 張乖崖發現一個小差利 在前庫裡偷了一文錢 張乖崖很生氣 叫人通打小差利 小差利不服氣地說 我偷了一文錢而已 你憑什麼這樣打我 張乖崖一聽 認為不再乎犯小錯的人 將來一定會犯嚴重的大錯 於是拿起筆 在這裏面敢判 一日一錢 千日一千 成鞠木斷 水滴石村 寫完 就下令斬殺了小差利 水滴石村 原意是說水不斷往下滴 能把石頭滴穿 現在通常用來比喻只要有恆心 事情就會成功 她的近義持有 揭而不捨 鐵柱磨針 鬼步千里 堅持不懈 有志景成 反而持有 揭而寫之 一步十寒 半途而廢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水滴石村 亦作滴水穿石 水滴石村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敢用 這項工作 不是一天兩天的功夫 就能完成的 我們必須具有 水滴石村的精神 亦可以敢用 要令到不良青少年走回正路 就必須具有 水滴石村的行心和毅力 加以教導 四分五裂 戰國時期七國爭霸 其中以秦國的實力最強 因此 其餘六國就聯合起來對抗秦國 秦國的丞相張兒想了一個計策 要將六國離間分化開 張兒首先來到魏國 他向魏王分析了天下形勢 和魏國的利害關係 還說 魏國周圍的國家一旦發生戰爭 魏國將會被四分五裂 與其這樣 不如趁早和秦國結盟 魏王一聽 好快就投靠了秦國了 四分五裂 字面意思是指分離成四分 碎裂成五反 現在用來形容徹底分裂 至離破碎得不成樣子 他的近義詞有 至離破碎 瓜否糾紛 土崩瓦解 七零八落 破碎不堪 反義詞有 完整無缺 天下一家 金鉤無缺 魯不可破 固藥金湯 四分五裂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敢用 清朝末年 由於滿清政府的無能 帝國主義列強大師入侵 使中國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 亦可以敢用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統一中國 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 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 還可以敢用 由於管理不善 該公司的員工四分五裂 如果不能盡快妥善解決 公司將會面臨 狠大的人事危機 好好先生 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 有個人叫司馬暉 大家都叫他 好好先生 因為 他從來不說別人的缺點 不管別人跟他說什麼 他只說好 有一次 一個老朋友來到他家 向他哭著說自己的兒子病死了 但司馬暉竟然說好啊好啊 老朋友離開後 妻子很生氣地責怪他說 人家的兒子死了 你為什麼還說好呢 人家會以為你在這裡幸災樂禍 司馬暉聽了之後 還說好啊好啊 好好先生 是指不管遇到什麼都說好的人 誰都不敢得罪 從來都不議論別人的短處 只求相安無事 他的近義持有 白面玲珑 屈己代人 與人無憎 明節保身 反義持有 仗義直言 不同流逐 剛直不阿 志工無私 大家要注意 好不能夠讀成好 好好先生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李君是個好好先生 不管人家說什麼 他總是表示贊同 也可以這樣用 黃老伯平時和氣待人 但他並不是一個 不便是非的好好先生 魚魚得水 東漢末年 天下大亂 群雄紛紛起兵爭奪地盆 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劉比 廢盡心血 但是軍隊依然截截敗退 這個時候 他聽說 隱居於南洋的朱角亮 是個世外高人 就去請朱角亮 劉比去了三次才見到朱角亮 朱角亮和劉比 談得十分頭緣 還答應出聲 輔助劉比 劉比很高興地對張飛和關羽說 有了朱角亮 我就好像魚得到水一樣 魚魚得水 字面意思是指 好像魚得到水一樣自在快活 魚魚得水 經常用來比喻得到適合發展才能的條件 或十分重要的助手 他的近義詞有 至同道合 意氣相投 得心應手 反義詞有 魚魚失水 魚鳥相似 龍骨淺灘 格格不入 一籌莫展 魚魚魚得水 魚魚得水 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黃經理最近聘請了一位得力助手 就像魚魚魚得水 兩人合作得非常好 亦可以這樣用 這次公司把他調到研發部 真是讓他魚魚得水 一展才華 還可以這樣用 哥哥一直都肯用功 這次又考入了這所學風優良的學校 真是魚魚得水 有志景成 淹是東漢一位著名的大將軍 他少年的時候 就曾經立志要持拼戰場 建立公分 長大後 淹投到劉秀的軍隊中 為劉秀打了很多勝仗 有一次 淹被派去攻打 將部的軍隊 在激戰中 淹受了重傷 但他無論如何都不肯退兵 忍痛大傷上陣殺敵 直到取得勝利 沒多久劉秀趕來援助 知道這件事後 很感動地對淹說 你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竟成 是由有志者事竟成演變來的 形容一個人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堅定的意志 不為艱難險 不為艱難險了 就會成功 達到目的 他的近義持有 鐵柱磨針 魚公移山 水滴石川 揭而不捨 成腳目斷 反義持有 半途而揮 功虧一貴 一步十寒 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 有志竟成 亦作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竟成這個成語 有志竟成這個成語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這樣用 小方每天都用有志竟成來鼓勵自己 現在他終於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理想 還可以這樣用 成為一個音樂家是他一生的願望 通過不斷的努力 魚今果然有志竟成 他以小提琴演奏而聞名世界